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近日在台北举办的Computex2023上,面对人工智慧,AI掀起软体与硬体大变革浪潮,半导体IP大厂ARM执行长Renee House特别有感地表示,他已是产业老人了,但仍会说现在时刻前所未见。 他们正处于黄金时代,运算需求很强大,且改变一切。 ARM处理器,发迹于1980年代,是一系列基于精简指令级计算机wrist架构的CPU-GPU处理单元。 ARM之名,就是高阶精简指令级机器Advanced Wrist Machine缩写,代表某种硬体设计法,授权半导体制造商使用。 多年来ARM架构已内建于超过2500亿颗晶片。 ARM执行长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产品都与智慧手机相同,需搭载高速运算,特别是数据中心、汽车、AI三大领域需求特别大,备受瞩目的AI、基础模型运算资源更是相当庞大和复杂,需要新的运算架构。 ARM近期就宣布推出面向行动装置的2023全面运算解决方案TCS23,包括全新的Cortex系列CPU-IP和第五代GPU-IP。 此外,ARM近期受产业关注的原因,除了新执行长现身,还有一大原因是几经波折。 ARM之前终于4月底宣布于纳斯达克交易所申请上市,目标今年完成IPO,募集80亿至100亿美元资金,有望成为今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最大上市案。 不过这次上市,其实并非ARM IPO首次公开募股。 1991年,从英国ACORN分拆独立的ARM,精简架构受产业拥戴,十年内就成长至营收超过3000万英镑。 1998年,ARM同时在伦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IPO,当时因网络产业新崛起,轻架构的ARM受市场高度追捧,本一笔甚至高达300多倍。 但随着当时的互联网套目破灭,也使得ARM市值一路拉低。 又经过十年时间,随着行动互联网、手机的兴起,ARM也达到了新的高达。 2016年之时,日本软银以320亿美元收购了ARM,随即ARM退市私有化。 软银与ARM因业务类型差异很大,所以普遍认为软银是以投资角度收购, 但很快,软银因自身营收遭遇瓶颈,市场很快就出现求受ARM消息, 且是在2020年大流行爆发之时。 随后,辉达抛出橄榄枝,宣布以400亿美元收购ARM, 超越2016年,软银买下ARM时320亿美元,是半导体史上最高收购价。 但由于收购案发展微妙,美中关系,以及ARM架构需维持商业中立性, 甚至国安相关技术中立性,所以接连受美国、中国、英国、欧盟政府关注。 2022年2月,辉达宣告放弃收购,并支付12.5亿美元分手费, 这也使得ARM走回重新上市之路。 ARM技术提供多领域,物联网、智慧型手机、个人电脑、车用、超算等, 无所不在融入多数人日常生活。 不过,据Business Korea报道,三星电子等一直在使用ARM服务的半导体公司, 开始与ARM分道扬镳。 这是因为他们认为ARM通过提高许可费和强制使用其设计来滥用权利。 另一种选择是RISC-V,是一种开源半导体设计方案。 三星、Google、英特尔、高通和其他公司正在推动RISC-V的使用。 三星电子于6月宣布,它将担任RISC-V软体生态系统RISC的指导委员会成员。 而RISC是一个由非营利性、Linux基金会发起的开源软体开发项目。 而RISC是一个组织,旨在使用RISC-V开发软体。 参与者包括三星电子、Google、英特尔、汇达和高通等全球IT和半导体巨头。 RISC-V已被评估为希望离开ARM的公司的最佳替代方案。 另外,ARM公司新执行长这次演说并未谈论上市规划, 仅专注技术推动与产业趋势, 强调今年备受瞩目的AI人工智慧, 已经成为电子业不可或缺的部分。 ARM维持传统,持续提供IP或结盟伙伴, 广泛为产业提供节能高效的机器学习技术, 使AI人工智慧融入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电子装置与产业。 与此同时,另一家半导体巨头英特尔, 该公司执行长纪辛格已经意识到, 为了避免被辉达等竞争对手甩开太远, 他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从而逃离当下这个泥潭。 纪辛格日前接受采访表示, 相比辉达和AMD等竞争对手, 英特尔一再推迟推出新晶片, 让潜在客户感到失望。 他们陷入这个泥潭不是没有自身的原因, 他们在领导力、人员、方法等方面 有一些严重问题需要解决。 在他看来, 英特尔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 在晶片制造方式上的转型失败。 英特尔因设计机体电路 和在自家工厂制造半导体 而弥扬天下。 如今, 晶片企业往往要么专门从事机体电路设计, 要么专门从事制造, 英特尔一直没能拿下 很多制造其他公司设计晶片的业务。 纪辛格的计划是向新工厂 投入多达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金, 除生产英特尔自己的晶片之外, 这些工厂也将为其他公司制造半导体。 全球晶片市场规模预计将在本十年末超过一兆美元。 纪辛格表示, 成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晶片代工生产商势在必行。 纪辛格表示, 他有信心英特尔能够兑现他在四年内实现五个晶片技术节点进步的承诺, 并将在未来几年内制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处理器。 纪辛格令称, 他十分有信心英特尔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两家代工晶片制造商之一。 根据Career Herald报道, 英特尔计划在韩国首尔设立科研实验室, 通过扩展和三星SK海力士的合作, 推进适用于数据中心的DRAM晶片研发工作。 除此之外, 英特尔去年三月宣布, 将使用最先进的晶片制造技术打造在德国McDaburg的大型晶片工厂, 并在2028年投入运营。 根据之前的最初消息来看, 英特尔将在这座德国东部城市McDaburg建造大型晶圆厂的条件时, 他们希望能够从柏林当局获得68亿欧元的补贴。 这是二战以来, 德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不过, 由于前段时间, 英特尔预计在德国McDaburg建设晶圆厂的投入要比原计划高很多。 该公司现已计划投入270亿欧元, 因此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与德国政府谈判以获得更多补贴, 这让德国政府感到为难。 据德国商报报道, 之前传出的消息称, 英特尔希望补贴能提高到至少100亿欧元, 比优势、能源和建筑成本上涨。 这项要求使得德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 总理府和经济部愿意给英特尔提供更多补贴。 这些德国官员则表示, 他们可以增加财政支持, 但前提是英特尔要扩大投资, 但财政部坚决反对。 为留住英特尔, 德国经济部正与能源厂商谈判, 希望为英特尔争取到更优惠的点价。 另外, 德国官员表示, 对英特尔德国晶圆厂项目的补贴, 是在欧洲晶片法案的支持下提供的, 该法案旨在为欧盟晶片行业动员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但仍在谈判中。 欧盟仍需要确认所提供的财政支持, 不合欧盟国家援助规则。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